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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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代表恆生大學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校園 出席今天就是我們的專業研修學院 以及永明集團的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一個合作的MOU的簽署儀式 這次和SunLive這個合作 當然也配合到特區政府 發揮我們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特別是我們這幾年 都是積極在家族辦公室 以及在家族財富管理那裡 其實我相信還有很多很多事情 是我們可以做出來的 很期待和永明集團這次的合作 希望所有的經驗可以一路成全下去 大家好 首先說一聲多謝何校長方校長宋先生 多謝今天的道理 也多謝你們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永明金融132年的老人家 很開心可以有這個機會 和恆生大學這間這麼有魄力的大學 這麼有Innovations 這麼有創新的大學 可以合作去創辦這個課程 香港恆生大學已經多年來指力了 為本地培育了很多高管企業的人才 和我們香港永明的發展理念 是如同一切的 所以這次我們有機會 和恆生大學簽訂這個合作協議 史無前例地推出首一個 保險公司和本地大學合辦的 當代高正值人士 財務策劃及家族辦公室培訓課程 一起推動和提升 香港保險業界前線理財顧問 以及我們後勤僱員的質素和專業知識 我們希望可以培育到更多 與時並進的保險業前線和後勤的人才 發展和推廣香港高質素和高資產的正值的 家族辦公室配套和服務 我們也在同時間 希望可以增加到 前線理財顧問的專業度 我們的家族辦公室課程 加入了很多針對高正值人士所需 包括了保存財富規劃 ESG永續投資策略 個人及企業全面理財規劃及保障等 實務處理方法 加入了很多家庭和諧價值觀念 令到家庭、家族、企業更有效地 傳承全方位的課程 這些亦都是協助高資產正值客戶 及成立一個永續家族的辦公室非常重要的元素 有見及此 我們全方位地針對這些客戶獨特的需要 去設計一系列的專業課程 為業界提供一個理論和實踐並重的增值途徑 我們樂見到香港保險理財從業員 甚至後勤的員工 可以更加積極地在學習之中 吸取新的專業知識 不斷地自我增值 確闊了視野和協助前線人員 幫助客戶實驗全面的終身理財保障 和建構一個更健康的生活 永明香港將透過恒大專業進修學院的 華人家族傳承研究中心 獲得家族辦公室和家族傳承在學術上的研究 數據和資源 以此提升前線和後勤人員的專業知識 優化高正值客戶服務 同時我們永明金融也有幸 可以和新城理財、新城財財經台和恒生大學 在3月4日合辦的香港首屆 亞太居家族辦公室發展論壇 邀請到很多特區官員、財金的僑楚 經濟學者和專業服務提供者 令我們可以更好地探討 家族辦公室這個重要議題 也符合特區政府在2023年年初發展的 香港家族辦公室的政策宣言 我們身為一個頂尖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財富中心 香港會為家族辦公室的運作和發展 提供更多獨特的優勢 而永明金融作為一個 扎經了香港132年的一間領先國際金融機構 陪同了無數客戶 過了無數大大小小的風雨 成長和傳承的經驗 我們作為這個課程的保險創先者 希望可以帶領更多個共同理念的業界同仁 一起去健康進步 一起去持續發展這個方面的專業水平 在以下時間我們請校長何信文教授 頒贈紀念品給我們永明金融林先生 首先多謝永明先 能夠和一個這麼出色的 這麼有歷史悠久的企業一起合作 是我們很大的榮幸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特色在Mindo 很多時候我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我們做了很多培訓工作 結果沒有人知道 我們今次和永明合作有少少不同 因為第一 我們是會不斷翻新的 我們的課程 因為我們有一個成全研究中心 不斷提供很多資料給我們 當然 有馬姐講過 有ICAP ICAP又會不斷把這些資料 更新進入我們的課程 不過當然 也不是個個資格 都是專業人士知道 不過又是新城 新城將我們的資料 是用一個簡易的方法 是讓普羅大眾都知道 成功的是什麼 全部都是一班 我們叫做搞well being的 現在 所以 我們是會將這個message 希望將這些正能量 帶給所有人 除了我們有三層 一層就是基本的課程 一層就是專業的課程 又進階的課程 我們有一個slogan 叫做 家族傳承你我都有份 家族傳承你我都有份 我們希望 剛才就好像 我們校長Simon說 我們特別在什麼 我們特別在 我們每個課程都是獨特的 是由理論支持的 這些理論是經過實踐而得出來的 再加上 我們有一班很好的朋友 幫我們在傳媒界 一路廣泛傳出去 令到我們永明和恆生 這是一個不僅是說 succession 還是說 family office 還是說 well being society 其實今天我很榮幸 在這裡見到大家 因為過去我們都做了一段時間 由最初我們說 可以不可以 我和Phoebe兩個 在這裡不斷地研究 可不可以和大學合作呢 其實最初我真的想都沒有想過 但後來我們一路走 很感謝梁教授和Kenneth 一起幫忙 一起去量度 我真的很認同 我們這次的這個課程 其實真的很unique 因為集合了 無論是學校裡面的一些 我們說學術上的研究 和在我們說商業上 我們怎樣去用一些real case 實踐去打造的一個課程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unique 以及會幫助我們 無論是前線後勤 我們都能夠提升我們的專業程度 而當中 香港永明 亦都是香港首間 跨國人壽的保險公司 我們是始於1865年 加拿大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已經摘根了香港132年 接下來2月22日 就是我們132週年 我們在香港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為高正值人士 甚至家族的辦公室 提供我們的服務 為每一位卓越的高增值客戶 獨有的需求 而我們亦都有一些專業的團隊 去制定一些方案 例如我們亦都在過去 我們的成保 我們都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我們最高的投保額 其實是高達1億的美元 其實都是很多張單 都是成保了 而這些正正就是反映了 所以高增值人士 他們的個人 甚至他們家族的傳承 需要 同時我們亦都提供一些 轉介的服務 例如信託 稅務專業的資訊 從而我們能夠幫到 客戶一個全方位的配套 而今次我們香港永明 與香港恆生大學專業的進修學院 合辦這個 剛才說的全港首創的保險公司 與本地大學合辦一個 當代高增值人士財務策劃 及家族辦公室培訓課程 分為我們有三個階段的 基礎、進階和專業三個階 三個課程 透過當然恆生大學、進修學院 華人家族傳承研究中心 在家族辦公室和家族傳承上 一些研究數據和資源 如何為我們說的 前線的理財顧問、經紀 和後勤的同事 提供更加堅固的知識 強化我們的技能和見解 以應付一班 我們說一直有訴求的 高增值客戶的各種 獨有的訴求 而當中我們希望 建立一個分享的 專業知識的平台 而藉此能增進大家 對一系列的財務策劃 專業知識 在推廣我們說保險 在保存方面 在剛才說的ESG 我們的永續投資策略 我們的Social Wellbeing 健康管理 這個傳承和家族 在傳承的理念當中 如何保險能夠發揮到 它重要的作用 課程 當中包括我們會有 高管企業的要員保險 信託、財務 如何保存你的財富 積累你的財富 和傳承 在個人和家族方面 等等的知識 這個課程最特別之處 除了剛才說的知識之外 我們也關注健康管理 因為有好的健康 才能夠真正傳承到 無論是財富和精神 人際關係 剛才提到家庭的和諧 我們說的觀念上 令到無論是家庭 或者是家族企業 更有效地做到各方位的傳承 我們有這樣的理念 去推動這個課程 希望我們能夠參加者 能夠繼續幫到我們的客戶 推動家族的傳承 令到我們高增值的客戶 能夠得到更加專業 更加度位 更加優質的 全面理財配套及服務 在完成這個課程之後 我們很榮幸 我們永明金融香港 可以和恆大專業的進修學院 頒發一個證書 在他們踏上專業的階梯 協助無論是保險或從業員 提升知識 培養更多的人才加入我們 直到我們可以給到更加好的服務 給我們的客戶 很感謝大家 今天給我們的時間 也很感謝何校長 給我們這麼好的機會 希望接下來我們一起努力合作 Thank you 首先很感謝新Live 永明金融給一次這樣的機會 可以將我們華人家族傳承 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和大家分享 無論在業界 或者藉著新城的多媒體的平台 我們不單止和業界分享 也都從港大 包括大灣區的朋友 去分享什麼叫做家族傳承 在這裡我可以說一說 我們的想法什麼叫做家族傳承 其實不單單是傳錢的 尤其是我們做一個研究的 有一個研究的框架 我們經常叫做FISH FISH FISH 究竟什麼叫FISH 我們經常叫FISH 不單是把你的大鑰匙 交給下一代 就叫做我已經做完了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純粹只是想錢 我們會發覺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 富不過三代 你會令到下一代 可能會 我既然有爸爸 或者有媽媽 給了一筆錢 那我不需要怎樣做事 我可以天天去玩 或者不去奮鬥 我們覺得跟很多我們的受訪者 很多不同的家族去談過 其實現在的上一代 或者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家長 他不單是希望他們下一代 只是拿著一些錢 他也希望他們做一些事情 尤其是希望將他們的智慧 就是那個家長上一代的智慧 我們叫做Intellectual Capital 他的I交給下一代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我們幫外面的家族 或者朋友做家族傳承 不單是跟他們說錢 應該想一想 怎樣可以將那個智慧 將他一些經營的心得 成功地去交給下一代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我們大家去想一想 怎樣去做 幫到更加多的家族 令到我們的傳承 是更加圓滿和成功 剛才我也說 除了I或者F 其實還有一個叫S 叫做社會人物 我們也發覺很多的討論 訪問都會覺得 就算我給了些錢 我兒子把大鑰匙交給他 他都很聰明很聰明 也都盡得我真傳 懂得做生意 畢在 他好像不太認識人 原來我們發覺 其實傳承還要包括 將你的人物 你的網絡交給你下一代 可能你要帶他去出席不同的社會場合 介紹他認識些細宿伯 甚至細宿伯的下一代 他是需要一個社會的人物 去幫助他 繼續令到他們所謂的家族基業 是長清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所以我們也覺得 在家族傳承 不只是單單一份補單 甚至簡單一些的遺囑 或者一些的信託 其實我們還要做很多的功夫 包括可能要組織很多不同的社交活動 要做很多不同的所謂的 Effects 令到那些所謂的下一代 有機會去見一見世面 接觸不同的人 這個也很重要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H 叫做Human Capital 我們原來還要有人 原來不只是交錢 其實最後才是人 其實所有家族傳承 說什麼都好 最後是以人為本 原來你給了錢 你沒有教他做人 我希望藉著我們這個 第一框架 可以令到我們今次這個課程 其實我這個課程 總共有三個學習階段 剛才John也提及過 包括這個基礎 進階 和專業的學習階段 其實總共有54個小時 所以接下的時間 就請學校長 林先生 去簽這份合作協議 請兩位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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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請問我 很悠閒 請問我